当时按照南普陀肯定没有什么二十大的习的时代 头五年就滚蛋了 但是环谷当时取五湖四海之水 取中国十一大山 全世界九十九座山脉河流的水和土的时候 耿山 须山 镇山 昆仑山脉 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 特别在南普陀取这个土的时候 真是很吓人 去南普陀的人是坐船上去的 在岛的中间 在后面我们找到了一个过去真正的南普陀 观世音菩萨山顶取这个土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 回来以后他们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请教各个大使 他说这说明南普陀这个地方 所说的所有定乾坤的事情会被颠覆 我那时候就很看好习了 习当时到上海的时候 我就安排很多人跟他接触 所以你看到习哥在2017年爆料说的 很多习周边的人都是我的人 我知道南普陀干不了习 还有我给习这个蛇算了一个命 习的命数到今天为止几乎是百分之百准 所以说我更相信我们能灭共 我们需要一个习近平能坚持到二十大 颠覆掉南普陀 而且你看增数啥的 习和增之间要有一决战 南普陀会议的发起者 秘密组织者就是增 到现在增也不敢承认说 他有过南普陀会议 南普陀会议当天 他其中的三本书里边 有一本书就是三通论 就是中国的道家之源 增和江那是绝对相应 而且当时在南普陀会议上 说河南松山这个地方 我们要如何控制 谁保的使用信 是江家帮保 贾庆林深信不疑 如何控制那是要施道法 但是听说在河南松山施道法的时候 出了情况山上的很多白鹤 自然从山上掉了死了好多 这也预兆着南普陀会议 很难顺利 这一系列的征兆 让七哥看到了天极 所以我坚信我能灭 啥叫天极 老天给人间的一个未来的路 咱找到了路的路口 那我们就提前不走歪路 这就是我们看到了天极以后 今天爆料给我们新中联邦 最大受益 你们但凡了解过三通论 齐门顿家就知道 共产党是天下最大的魔 每年都做法事 要压住中国的八方 五十几个民族都是被共产党诅咒的 共产党让你不知道的 都是你必须知道的 共产党凡是说的错的 你都要认为是真的 凡是共产党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上天在诅咒共产党 在解放中国人和全世界人的一切神意旨意 你看新中国联邦你就明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